他什么意思 杜兆辉小声问夏小兰 也顾不上杜称龙是不是听着 二少买下了朝阳地产 朝阳地产本来就是个空客公司 名下只有一个正在开发的项目 就是商都亚西亚商场 你还记得吧 我也入股了那个商场 买朝阳地产是假 买亚西亚商场才是真 杜称龙看完了文件 道 这个朝阳地产 主持开发了商都亚西亚商场 持有商场82%的股份 另一个股东则是夏小姐 他持有18%的股份 你接手了朝阳地产 持有该地产公司80%的股份 创办人朱岁周有20% 也就是说 你间接持有亚西亚商场65.6%的股份 现在是亚西亚商场第一大股东 你想用泰国的工厂 加上这个亚西亚商场65.6%的股份 和你大哥的成龙广场比试 杜兆基笑着点头 可以吗 买朝阳地产的钱 是我抵押泰国工厂贷款得来的 我想 这也不算违反比试规则吧 朝阳地产就是个空壳子 买下它能花多少钱 杜兆基要承担的是朝阳地产的负债 欠银行的2000万贷款 当初 周成没查到朱岁周注册公司的500万是从哪赚到的 在夏小兰没有入股前 总计3500万的投资预算 有1000万来自民间资本 这个民间资本 之前具体是哪些人凑的都不重要了 反正现在都变成了杜兆基掏的腰包 现在亚西亚商场的股份 应该是杜兆基有65.6% 夏小兰有18% 朱岁周本人有16.4% 接触是早就在接触 交易却是刚刚确定的 因为前两天 朱岁周还有很大的自主权 要白送2%的股份给夏小兰 夏小兰当时摸不到朱岁周的套路 不敢要那2%的股份 现在反而有点明白了 那是朱岁周做事理亏 怕与他结仇 提前给点好处 让夏小兰拿人手短 先熄熄火呀 夏小兰笑眯眯的看着杜兆基 二少 亚西亚是个好项目 但投资和称容广场比起来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存在吧 有徐仲义那150万美元 亚西亚的投资 加起来也才4000多万华币 称容广场 则是5亿投资以上的大项目 他俩怎么比 夏小姐的能力和眼光有目共睹 既然夏小姐都肯拿钱投亚西亚商场 我和朱岁周先生见面详谈后 发现朱先生有意把亚西亚商场做成一个连锁品牌 将来还会在其他地方继续修建 要论前景 不一定比称容广场差吧 至少 夏小姐没有入股称容广场 却入股了亚西亚商场 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以笔之矛 攻笔之盾 杜兆基这一招的确玩得好 要不是夏小兰清楚知道 亚西亚在急剧扩张后会完蛋 他还真就差点信了 但他现在能怎么说 说自己入股亚西亚 只是想趁机赚一笔就跑 而称容广场才是能长久屹立的现金奶牛 这话说出去 也要有人肯信才行啊 起码杜家父子三人 是一个都不会信 有先知先觉的 只有夏小兰一个人啊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杜兆基的后手太隔音人了 杜兆辉想要发火 夏小兰冲他轻轻摇头 什么项目有前景 这场比试是谁赢 自然有杜董做决定 我们就不用着急了 杜兆荣点头 你们先出去吧 我要找人问一下亚西亚商场这个项目 比试结果 我会在春明宴上宣布 大哥 夏小姐 那就一会宴会上再见了 我要先去换件衣服 杜兆基很有礼貌 杜兆辉冷笑 别在这里假惺惺 赶紧滚 人走了 杜兆辉的脸色仍然不好 没想到 被杜兆基摆了一道 这个扑该 我真是小看他了 夏小兰没那么生气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多高 世上的聪明人这么多 杜兆基声东击西迷惑了他 夏小兰也要承认对方有本事 你别生气了 我们早就猜到他不会轻易认输 这张底牌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却也没大到能彻底掀翻我们的牌面 这一年里 谁做的项目更有价值 杜董自然会判断 亚西亚真是个好项目 等到他开业 所有人只看到亚西亚的红火 却看不到他的危机 谁能说杜兆基投错了 夏小兰不慌 是因为只有他知道 亚西亚开业后到底能火到什么程度 杜兆基说的天花乱坠 也只是预估的前景 并没有实际数据可以支持他的预测 不像成龙广场 赶在2月5日前开放了一层卖场 又搞购物抽奖把日营业额冲上去 夏小兰催着杜兆辉这样干 就是要拿出亮眼成绩 扔到杜兆龙面前 任何前景预估都不能只靠想象 总要有点数据支持吧 夏小兰不慌乱 大大稳定了杜兆辉的情绪 他重重吐出一口气 你说的对 嘴上说的再好 亚西亚商场还没盖起来 4000万的投资 能吊打5亿的投资吗 我还真不信了 是啊 一个亚西亚商场 是没法和成龙广场拼的 杜兆基搞这一出 也是对泰国工厂的补充 泰国那边的工厂倒是搞得真不错 夏小兰当初让杜兆辉自己选 他没选制造业 杜兆基却选了这一领域 想到这里 夏小兰顿时面色古怪 不管杜董盼你俩谁赢谁输 真正的大赢家 只有杜董一个 他都60多岁的人了 手里的股份早晚要交给子女 你俩谁赢这5% 他都不吃亏 一个儿子能在泰国搞工厂 另一个儿子在鹏城搞出 车龙广场这种项目 在5%的集团股份刺激下 杜兆基和杜兆辉都使尽了浑身解数 杜车龙在考验他们的能力 也在挖掘他们的潜力 投出去的钱 拓展了杜家的事业版图 发现两个儿子都优秀 自己后继有人 杜车龙难道不是真正的大赢家吗 姜还是老的辣 这人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老奸巨华 杜车龙在考验两个儿子 却也给夏小兰上了一课 就是手段激烈 两个儿子本来还有虚假的和平 现在是虚假和平都演不下去了 养儿子搞得像养脏傲 养蛊虫也真痛绝了 今年称龙集团的春明宴 就在中环某酒店 因为杜称龙说了 会在春明宴上宣布比试结果 夏小兰也不得不过去 都参与到这程度了 一顿饭都不敢去吃 才真是掩耳盗铃 夏紫玉肯定要在春明宴现身的 换了别人会低调养胎 夏紫玉却不是那种性格 都给杜称龙当武一态了 哪里还能低调起来 杜兆辉颇为尴尬 这个话题会提醒他使过的蠢招 太尴尬了 还是赶紧跳过 阿华 你让人查杜兆机最近的动向 还没收获吗 夏小兰摇头 现在不用急 等杜董宣布结果 不管谁赢谁输 杜兆机才有空去做别的事 到时候盯紧他就行 叶小琼哪有这场比试重要 为了赢这5%的集团股份 杜兆机投入了这么多 此时他的注意力都在谁输谁赢上 夏小兰让杜兆辉先去酒店 一行人也懒得换啥衣服了 先进罗山后 竟然这种事 绝对不会出现在杜兆辉身上 整个公司 谁不知道他是大少爷 还是最近风头正经的大少爷呢 到酒店 杜兆辉就受到了热情接待 好多人凑上来和他说话 主动攀关系 奉承他 夏小兰比划了个分头行动的手势 带着小游顺利脱身 您是夏小姐吧 杜董吩咐给您安排了座位 会场司宜把夏小兰往前面两桌领 这一桌 坐的是杜称蓉的一些朋友 相邻的一桌是杜家人 先前那些人 只当夏小兰是杜兆辉带着的花瓶女伴 都不看重她 这时都惊议不定 到底是什么来历呀 怎样安排坐那里 只是杜大少的女伴 是绝对没资格的 因为杜大少也不会坐那桌 桌子上不见得各个都是超级大鳄 却也有各自的成就 否则不会以朋友身份 被杜称蓉邀请参加公司春明宴 夏小兰何德何能 能坐这样的位置 这桌的客人也挺惊讶 因为他们都不认识夏小兰 但这些人才不会当众质疑 会这样干的人都太没有诚服了 套一套话 问清楚夏小兰的身份 才是他们应该坐的 很快就有同一桌的女客人 主动和夏小兰攀谈起来 相邻的一桌 坐着先到场的杜家人 刘可颖警惕得很 一开始 她还以为夏小兰是杜兆辉带来的女伴 杜称蓉要和亲儿子抢女人太难看 刘可颖是觉得夏小兰有几分眼熟 刘天权的眼睛一直贴在夏小兰身上 直到夏小兰入座 刘可颖恼了 大哥 这时候你还有心情看女人 这女人是什么来路 我总觉得她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认识她 她叫夏小兰 从彭城那边过来的 杜兆辉就是借着她 才和彭城市长搭上的关系 刘天权恼火得很 难道她不比杜兆辉有眼光吗 早就想和夏小兰刘勇拉近关系 偏偏这俩人对她防备得很 后来她被叫回港岛接手 杜家的走私生意 彭城那边自然不了了之 刘天权倒是不想再关心 像刘永夏小兰这样不识抬举的人 她和杜兆辉结了死仇 就得关心对方在彭城的动向 顺带的 也知道对方和哪些人走得近了 夏小兰对称隆广场的仇 见起了多大作用 她不完全清楚 但杜兆辉和夏小兰走得近这一点 刘天权还是知道的 连带着 她也知道了夏小兰的仰仗 刘可颖一脸好奇 刘天权也没卖关子 我看她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她虽然性下 却是彭城市长的妓女 有她千桥搭线 杜兆辉在彭城大开绿灯 这种人 自己靠裙带关系上位 就以为所有人的奋斗都是如此 无视别人的努力和付出 将别人的一切成功 都归结于有关系 听了大哥的话 刘可颖顿时就咬牙 难怪第一眼见到她 我就很讨厌 帮助杜兆辉的人 当然就是她的敌人 二姨太就坐在同一桌 听着刘家兄妹的谈话 她很淡定的品查 刘家兄妹不和二房结盟后 是自断了耳目 二姨太也认出了夏小兰 她还知道对方和夏紫玉 是唐姐妹 刘可颖和刘天权 却不知道 二姨太当然不会提醒他们 不过二姨太也不懂 夏小兰来参加公司的春明宴 也就罢了 怎么给安排到了隔壁桌 那是春明宴的上等座 她正疑惑着 亲儿子杜兆姬大步走来 叫声妈咪 乖 要坐我旁边吗 二姨太眼神看了下隔壁 杜兆姬安抚着母亲 无事 夏小姐是凭自己的本事 坐上的座位 我看爹地真的很看重 夏小姐的能力 可惜人家有未婚夫 否则爹地会把大哥和夏小姐 凑成一对 刘家兄妹都竖着耳朵听 偏偏杜兆姬又不肯多说了 刘可颖想抓狂 这就是她不再受宠的后遗症 以前杜称隆爱和她待在一起 她自然清楚对方的想法 现在杜称隆有了新人宠 刘可颖十天半月难地见对方一次 哪有机会和对方交流 杜称隆的动向 杜称隆在想什么 杜称隆对别人的看法 她全然没有途径了解 她成了瞎子笼子 成了媒体嘲笑的失败者 再过一段时间 她是不是要学三一太一样 当个隐形人 才能在度假过日子 不 她和三一太不同 她还有大哥刘天全可以依靠 刘可颖握着杯子的手不由用尽 她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 不三一太后尘的 度假一桌人暗潮涌动 夏小兰在隔壁桌很受欢迎 别人是好 她也不能硬邦邦踢回去 能在港岛多认识几个人也不错 这些人虽然是杜称隆的朋友 又不是个个都混黑道 你们在聊什么 看着很投机呀 杜兆辉从热情的宫围中脱身 一屁股坐到夏小兰身边 好像隔壁桌子 才是杜兆辉该坐的 但她这个人 本就不太讲规矩 夏小兰还没回她话 门口一阵骚动 杜称隆来了 一个年轻女人挽着她的胳膊 打扮得珠光宝气 盛装现身 挽着杜称隆胳膊进场的人 是近来在港岛特别受狗仔欢迎的杜家武一太 是Vivi 也是夏紫玉 看照片还不觉得 乍然一看真人 夏小兰有点吃惊 低声对杜兆辉说道 你请的整容医生技术真不错 就为这点 夏紫玉就该真心感谢你呀 整容脸下小兰见过不少 再过三十年 各种V整形盛行 整容医院的数量多得堪比超市 大城市的时髦女郎们 一年不往脸上打打瘦脸针 龙龙鼻什么的 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这些V整形 甚至都不算整形 而是美容 整容脸见得不少 夏紫玉却是连脸都削了骨的 居然整得还挺自然 没有夸张的大眼睛 高鼻梁 夏威没有见到能戳死人 夏紫玉还有从前的影子 没有完全整掉她的个人特色 却增加了精致度 原来八十年代的整容手术 已经如此记忆高超了吗 杜兆辉很是心虚 她判断不出夏小兰是不是在讽刺她 就是从日本请的医生 技术还行吧 整完了也就那样啊 杜兆辉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有 但这一款是为杜撑龙精心准备的 所以老头子显然看上了 夏紫玉穿着高跟鞋 一手挽着老头子 另一只手拿着个小包 若有肆无地挡在肚子面前 那么在意肚子里那团肉 今天就该好好在家养胎 偏偏要来出这个风头 杜兆辉把脑袋凑过去 你看旁边那桌 刘天权你认识吧 坐在他旁边的 就是肆意太刘可莹 你现在注意看她的眼神 刘可莹是什么眼神 她盯着夏紫玉 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泼 还总是看对方的肚子 夏紫玉想要平安生下孩子 第一个不同意的就是刘可莹 度假这一摊子烂事 让夏小兰觉得烦闷 所以女人为啥要靠男人 这么多女人围着一个男人 祈求她的宠爱 不管把夏小兰回炉重造多少次 她都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 有争男人宠爱的功夫 她都打开自己的局面了 夏小兰正要说话 杜称荣已经带着夏紫玉过来了 这一桌是杜称荣的朋友们 她当然要先过来打招呼 夏紫玉脸带着笑 抓着包的手指关节都已泛白 脸上的笑却有点盛气凌人 时隔这么久 她和夏小兰终于又见面了 为了这一天 她吃过多少苦 刚才得知 夏小兰跟着杜兆辉来参加春明宴 夏紫玉本来已经打扮好了 马上又换了一套更贵的珠宝 再见夏小兰 是她早就在期待的事 杜兆辉送她的这场富贵 是她的时来运转 看看夏小兰 穿的并非名牌 脖子上 耳朵上 以及手腕上 全都空空荡荡 唯有手上戴着一颗小钻戒 恐怕连两颗拉都没有 真是寒酸 也就一张脸画着淡妆 颜值出众 叫夏紫玉十分碍眼 她摸了摸自己手指 一整套的红宝石首饰 是查出怀孕那天杜称荣送的 一整套首饰里随便拿出一样 都比夏小兰浑身行头夹起来贵重 就算刘芬在家市长又如何 靠着刘芬的缘故 夏小兰和刘勇做点生意 在内地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赚了那些钱 在拿死工资的城镇职工眼里是天文数字 拿到港岛来比 那点身家算什么 到了港岛 夏小兰就会知道自己只是井底的青蛙 什么市长啥的 也根本管不到港岛 夏紫玉将夏小兰从头打亮到脚 眼神里蕴含了太多复杂的情绪 今天是称龙集团的春明宴 夏小兰到了这里 却是到了她的主场 就算夏小兰从杜兆辉处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又如何 在这种场合下 难道夏小兰还敢揭穿她不成 夏紫玉脸上带笑的看着夏小兰 夏小兰看了她一眼 将视线移到了一边 果然 夏小兰避让了 夏小兰哪知道夏紫玉的内心戏会那么丰富 站在夏小兰的角度 她很难想象 有女人因为当了老男人的小老婆沾沾自喜 她多看夏紫玉干啥 看多了那副嘴脸 过会影响食欲 杜称龙问杜兆辉 你怎么坐在这桌 杜兆辉赖皮 我替您陪客人不好吗 一桌子人都笑了 借着这话就夸起了杜兆龙父子 虎父无犬子啊 杜生 兆辉在大陆搞的项目很成功 杜生是后继有人 不像我们家里的小辈只知道胡闹 论花钱那是一个比一个在行 要叫他们赚钱 做点小事都要处处替他们擦屁股 还是最羡慕杜生 两个儿子都能干 又兴取娇妻 都提到杜兆姬了 杜成龙干脆招手让杜兆姬一起过来 给各位叔叔伯伯问好 左右两边 站着杜兆辉和杜兆姬两兄弟 夏紫玉就没地方站了 夏紫玉主动退了一步 道大少还带了女伴来 你又要带着大少和二少应酬 你们谈的是 年轻女孩子听了多无聊 不如让我替您招待这里教课 她眼波横眉 这话是看着夏小兰说的 她是主 夏小兰是客 今天这样的场合 夏小兰又不认识其他人 以夏小兰争强好胜的性格 想必会憋得很难受 夏紫玉信心满满的提出这个建议 以为杜成龙会爽快答应 哪知杜成龙却拍拍她手 我知道你想替我分忧 夏小姐是杜家的客人 不是赵辉的女伴 你年轻不知事 和夏小姐有什么好聊的 你先去旁边那桌 和你二姐她们坐一起 夏紫玉的志得意满都变成了错额 一抹红丛耳根的范起 瞬间蔓延了一整张脸 杜成龙居然说她年轻不知事 赔不了夏小兰 杜成龙明明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她是夏小兰的堂姐 如果她是年轻不知事 夏小兰又算什么 最近杜成龙很是优待她 各种礼物送不停 也不在意她之前的隐瞒欺骗 夏紫玉还真的以为 自己在杜成龙心里 有了点特别的意义 哪知当了这么多人 杜成龙马上把她面子摔在了地上 在哪里都行 为什么偏偏要在夏小兰面前 夏小兰的眼神 轻飘飘地落在她身上 夏紫玉强自镇定 我只是想 乖 等宴会结束 我再陪你 杜成龙语气不重 却是不容拒绝地坚定 夏紫玉不敢再撒娇了 杜成龙的朋友打着圆场 杜生 新婚燕耳吧 武太人又年轻 年人一点很正常 杜成龙笑笑 是啊 她毕竟还年轻 很多事都要我亲自交 让大家见笑了 杜生你这艳福 我们都羡慕不来的 话都说成了这样 夏紫玉要再不知情时去离开 那就是自己不想留下最后的面子了 她轻轻掐了一下杜成龙的胳膊 好似刚才真的只是在和杜成龙撒娇开玩笑 然后才踩着高跟鞋离开 去另一桌入座 幸好会场的司仪极有颜色 殷勤帮武一太拉开椅子 替夏紫玉挽回了一点面子 刘可迎看夏紫玉吃别 笑得杯子都快端不稳了 小五 你进门晚 不懂规矩 有些风头呢是可以出的 今天上上报纸 明天收收礼物 这些风光 比你先进门的哪个没享受过 但杜生谈正事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情识趣 二姐和三姐都在这里 退一步说 我好歹比你先进门 我们哪个会说要替杜生招待客人 有什么资格过去那一桌 杜成龙今天要真的让夏紫玉 去另一桌陪客 就连隐形人三一太都不会高兴 这些规矩 是杜成龙多年来给大家制定的 他们能出门和其他父太太们交际 却不可能替杜成龙招待生意上的朋友 被刘可迎一番奚落 夏紫玉气得肚子隐隐作痛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 努力让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 不能生气 她知道怀孕前三个月 胎还不稳 这时候 情绪不能大起大落太激动 肚子里的护身符不能有事 看夏紫玉镇定了情绪 二姨太看了她肚子一眼 杜成龙还没对外公布消息 但杜家人都知道夏紫玉是怀孕了 孕妇嘛 是比较娇贵 所以今天杜生带夏紫玉一起入场 这个安排 没人会反对 夏紫玉得到了这样独特的待遇 虽是有点飘飘然 也不至于一点轻重的部分 刚才的失态 是因为看到自己躺泪了吧 二姨太了解内情 刘可迎不了解 却不妨碍刘可迎在言语上刺激夏紫玉 夏紫玉肚子里那块肉 刘可迎巴不得给她气掉 二姨太抿了一口酒 也在添柴家伙 那位夏小兰小姐 今天不是赵辉的女伴 杜生很欣赏她的能力 才让人给她安排了隔壁桌的座位 夏紫玉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欣赏她什么能力 杜成龙喜欢玩女人 她这张脸 当初就是刻意仿着夏小兰的气质整的 如果妆容上再精心仿一仿 还真有几分相像 该不会是杜成龙对夏小兰起了 不 不可能 刘芬再婚嫁给了彭城市长 夏小兰有了这样的家庭背景 杜成龙就算要玩女人 也玩不到夏小兰头上 夏紫玉一颗心七上八下 刘可迎仔细看她的脸 又去看夏小兰 咦 我说赵辉带来的那位夏小姐很是眼熟 你们发现没有 原来小五和夏小姐有几分像 是有几分像 一个是精心的仿版 另一个是原装版 刘可迎跟刘天泉交换了一个眼神 这么巧啊 平常都叫武一太是VV 忘了她也姓夏 叫夏什么来着 夏紫玉懒得搭理刘可迎的试探 杜成龙要护着她 谁都不能揭穿她的身份 就算刘可迎知道了又如何 这点是根本威胁不到她 刚才夏小兰也没有说什么 夏紫玉仍然是有底气的 杜成龙三言两语打发走夏紫玉 夏小兰慢慢才品味出对方的心态 刚才夏紫玉想要以女主人身份招呼她 炫耀一下自己杜太太的身份吧 那可不太好意思呢 有孕在身的武一太 显然有点飘飘然 没有清晰的自我定位 杜成龙对夏紫玉有宠爱 是宠小猫小狗那种 今天的春明宴 是杜成龙要捧两个儿子 不是让夏紫玉大出风头的 夏小兰根本没想过要和夏紫玉交际 因为杜成龙将她安排到这一桌 就表明了态度 她不是以杜赵辉女伴身份坐在这里 而是以成龙集团客人的身份获得席位 杜成龙一边说欣赏她 要邀请她到成龙集团任职 一边打发自己心取进门的武一太来招待她 这样的做事态度 岂不是经分 杜成龙若不知夏紫玉的来历 做出这种安排 是自打嘴巴则 若知道 就更不可能让夏紫玉来陪她 否则 怎么看都是想和她结仇嘛 那又何必将她安排在上座 夏紫玉看不明白 是因为夏紫玉对她不够了解 这也不奇怪 夏小兰一直觉得 夏紫玉的智商互高互低的 知道夏紫玉还和从前一个模样 整了龙却没整好脑子 夏小兰心里就更踏实了 刚理清楚这事 众人本来在调侃杜成龙的 刚才和夏小兰搭讪的女士忽然笑道 杜生 也不怪我太误会 刚才就连我们都误会夏小姐是赵辉的女伴了 你把人安排在这一桌 却又不像我们介绍夏小姐的来历 是你做事不厚道 是啊 我刚才一想和夏小姐聊天 却不知要从何入手 杜生 你快别卖关子了 杜称龙哈哈大笑 你们也太着急了 我是还未找到机会为你们介绍 你们别因为夏小姐年轻就轻视她 她非常有能力 尤其是在地产领域很有天赋 年纪轻轻 已经是鹏城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 夏小姐和赵辉他们不同 这两个是靠家里支援 才小打小闹弄出了一番动静 夏小姐是白手起家 看见她 我就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一名不闻来到港岛 一拳一脚地慢慢建起称龙集团 我赚到一些钱时 已经三十多岁 夏小姐如今却二十出头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是不服老不行了 早晚要给他们年轻一代腾出位置 杜称龙把她夸成一朵花 夏小兰实在有点方 咦 难道今天不是要宣布 杜家两兄弟鄙视的结果 接下来 顺理成章捧赢家上位吗 杜称龙这只老狐狸 却抓住她一个外人使劲捧 夏小兰很是莫名其妙 不管怎么说 杜称龙总不会把 5%称龙集团的股份 跳过杜兆辉杜兆姬两兄弟 交给她一个外人 那又何必捧她呢 杜兆辉却眼睛都亮了 死老头子无力不起早 从来不说废话 肯在这么多人面前 为夏小兰造势 难道是真心要把她和夏小兰 凑成一对吗 这下子 杜兆辉总算肯相信 老头子是真看中了 夏小兰的能力 老头子想让夏小兰 永远帮杜家办事 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把夏小兰变成杜家人 比如 当杜家的大少奶奶 这迟来的父爱让杜兆辉欢喜到有点懵 杜兆姬却心里发沉 她也是和杜兆辉想到了一起 这是想让夏小兰进杜家的门吗 那杜兆辉娶了夏小兰 毫无疑问就会变成杜家的继承人 那5%的股份归属 夏小兰没往男女关系上想 自然觉得杜称蓉是热情过了度 她心动警惕 脸上却谦逊客气 杜董 您夸得太过了和您赤手空拳创立成荣集团比 我的那点小成绩又算什么呢 万丈高楼都是从平地而起 夏小姐不用太自签 之前彭城有个风水盘道港岛宣传 叫金沙池 不知诸位有没有印象 那就是夏小姐操刀的第一个地产项目 要说其他 这些人还真不知道 彭城离得再怎么近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投资 但说到金沙池 隐隐绰绰的 还真有点印象 是不是请乌道南打广告的那个 事到如今 夏小兰也只有硬着头皮笑着点头 是 多谢了乌大师肯帮忙 哎呀 就是那个金沙池啊 那还真记得 刚才和夏小兰攀谈的余女士 对夏小兰更热情了 原来金沙池是夏小姐的手笔 做生意呢规模大小很重要 但一个人有没有做生意的天赋 只看规模又太片面了 难怪杜生对夏小姐推崇 这样优秀的年轻人 连我都好喜欢哦 地产是谁都能搞的吗 在港岛 敢碰这一领域的 我不是很厉害的人 夏小兰看起来才20岁出头 杜成荣这样推崇 又确实有拿得出手的成就 杜成荣安排她做这桌 所有人都没意见了 不是脑袋空空的花瓶 而是有本事 这样的年轻人 谁都不会讨厌 起码看起来是这样的 气氛顿时变得一团和气 杜成荣笑着说了几句 就带着两个儿子 去了别的桌 余女士把座位 换到了夏小兰旁边 言语中对她很是客气 笑着问她 怎么想到请务道南 打广告云云 桌上有人调侃 说余女士是占了性别的便宜 才能和夏小兰亲近 说的夏小兰只能端起酒杯 主动敬大家一杯 今天宴会的主角是杜董 我们这些人受邀前来 都是为了恭贺称荣集团 在去年取得的成绩 我就不抢杜董风头了 在此借花献佛敬大家一杯 若诸位有机会去彭城 我一定敬地主之意 好好款待各位 好 夏小姐痛快 这杯酒必须干了 哈哈 杜生对夏小姐赞不绝口 不仅是夏小姐有能力 还有只爽快的脾气 对了胃口吧 气氛很活跃 虽然也有调侃 绝对没有不尊重的成分 他们能随意调侃杜称荣 新娶进门的小老婆 说一说暧昧的逃色玩笑 这些都是无所谓的嘛 杜称荣本人都不会生气 可对夏小兰这样年纪轻轻 就成立自己地产公司的 就不该只看人家漂亮的样貌 要多几分平等的尊重 看到夏小兰那么受欢迎 隔壁桌的夏紫玉胸口烦闷 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 她当然知道对方搞了一个地产公司 刘永则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生就两人在彭城搞风搞雨的 赚了一些钱 可那些都是因为刘芬 再嫁给了彭城市长 有这层关系 就算是一头猪 也能在彭城做生意 夏紫玉要是不仅仅闭着嘴 她真的会忍不住当场吐出来 夏小兰的风光 可比刘可莹的几句奚落 更刺激她 刘可莹看着隔壁的动静 心情其实也挺复杂 她都嫁进度假十几年了 很少见杜称荣对哪个女人 会如此尊重 杜称荣看女人 只看是否有魅力 能不能睡一睡 什么能力不能力的 她可不在乎 隔壁一座客人 除了夏小兰 只有余女士一个女的 余女士原本也不是杜称荣的朋友 是她的先夫和杜称荣有交情 丈夫去世后 余女士接管了丈夫的生意 几年过去了 还没把生意做垮掉 杜称荣才算认可了余女士的本事 现在又多了一个年轻的夏小兰 刘可莹看夏紫玉表情难受 顿时来了精神 对刘天全说道 原来是我看错了 天下长得有两分像的人不少 人家呢 是有本事的女强人 我们家这位 夏紫玉捂着嘴站了起来 马上有人凑上来 吴胎 您是不是不舒服 夏紫玉点头 这人马上把她往洗手间带 夏紫玉吐了个稀里哗啦 这是怀孕早期正常的反应 夏紫玉看着镜子里略显狼狈的自己 红着眼 眼神凶狠 不就是做生意吗 难道她不知道房地产很赚吗 刘可莹阴阴阳怪气有个屁用 嫁给杜称龙十几年 也没有利用杜家的平台做出什么成绩 不过这道也提醒了她 不能只看着夏小兰风光 有这么好的机会 她也该哄一哄杜称龙 说自己也想投点什么项目练练手 只要杜称龙肯支持她 她没理由会做得比夏小兰差 今天那些对她言语轻挑不庄重 却对夏小兰热情无比的人 将来在她面前 一定会换上另一副嘴脸 夏紫玉重新补了妆 艳光四射的回到自己座位 不管临桌在闹出什么动静 她都不肯再关注夏小兰 听多了态度心 干脆听而不闻 视而不见 夏小兰同样没工夫搭理她 硬抽着一桌子人 夏小兰想的是 杜称龙何时才宣布比试结果 终于 杜称龙朝着会场中间走去 看样子 是要以称龙集团董事长的身份讲话了